今天不要耽誤到大家這個中午六時才有時間 接下來要報告的就是老子哲學的體系 一個是老子哲學的體系 一個是老子人生的智慧 我可以做一個整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老子的文本節目的部分 我剛才已經進行了花了最多的時間 所以前面兩個的部分 雖然有一些架構 分析比較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要講哲學體系其實關鍵就在這個實踐哲學的境 或者是思辨哲學的境 這兩句話在說什麼呢 實際上還是一個東西哲學的比較 西方追求什麼是實體 什麼是實在 什麼是實相 什麼是本體 所以從柏拉圖開始整個這樣的一個思維 到黑格整個這種思辨哲學的歷程 甚至到馬克思主義等等 但是在此之後呢 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哲學的這個思考 雖然從這個迪考的開始已經進入了這個知識論的時代 但是還是思辨哲學 那當然這二十世紀的這些新的分析哲學 或者是實政論或者是這個現象學 也還是這個思辨哲學 那整個這個西方哲學的這個傳統 就是這樣一個形態 我們在哲學系談中國哲學 一開始也是用這樣一個方式來做中國哲學的研究 但結果會發現就是說 非常多的這個問題意識是不相同的 以及正常命題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就去 不是我啦 太多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家 就在思考中國哲學的特質 那麼理解到中國哲學其實如是道 全部都是直接是人生哲學 跟西方基督教哲學其實是比較類似的 或當代的這個存在主義哲學 其實是比較同類型的哲學 那這種哲學就是人生哲學 處理人生的問題 追求理想的人生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修養自己做功夫 所以它是一個實踐特質的哲學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實踐哲學 不過實踐哲學跟思辨這兩個詞比較不對 如果我們以西方哲學 就問真理在哪裡 什麼是真理真相是什麼 靠思辨的方式 那中國哲學 東方哲學 人生也是問真理在哪裡 但是它是靠實踐的方式 或是體證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東方哲學是一種體證的方式 因為它的方法是透過我的體會 實踐 體證 那西方的方法是透過假設 推理 整個是一個思辨的方式 在面對西方哲學 整個是個體證跟實踐的方式 在面對中國哲學 如果從實踐的角度的話 好 指出最終理想完美人格 那是一套境界論 最終完美人格呢 要透過一套追求的方法 那是功夫論 那至於呢 這個 什麼才是最終理想完美人格 那麼首先要認識這個世界長得什麼樣 這世界如果是上帝創造的話 那麼成為上帝的 到上帝的身邊就是最理想的 這個世界呢 如果是神仙創造的話 那麼我自己變成神仙是最理想的 所以世界是什麼 理想完美的人格 決定於這個世界發生的過程 所以有一個東西叫做宇宙論 基督教哲學有宇宙論 上帝創造世界 宗教哲學都有宇宙論 沒有宇宙論沒有辦法成立宗教哲學 中國的道家道教哲學 老子哲學有宇宙論 但是不太強 莊子哲學就有非常清楚的宇宙論 道教哲學都有宇宙論 佛教哲學都有宇宙論 沒有宇宙論不足以成其宗教哲學 宗教哲學都是體政哲學 都是實踐哲學 都是提出理想價值去追求 那麼成為聖人 成為神仙 成為天使 成為君子 成為菩薩 成為菩薩 成為神仙 成為天使 這就是境界 成為這些理想完美人格的操作方式 這就是功夫 而這個宇宙論就說明了 我這個世界什麼等級是最高的 首先要有宇宙論 有宇宙論之後要有價值 我這個宇宙的所有的運作 我追尋一個價值 儒家就說生生故意是儒家的價值 道家老子就說無為謙虛 道家莊物就是逍遙自視 這個基督教神愛世人 愛就是這個世界存在最重要的價值 神愛世人 所以人們之間也應該要互相相愛 那佛教哲學呢 是這個菩薩道 救度眾生 才會有的這個信仰世界 所以你要成菩薩成佛呢 你也要行菩薩道 要救度眾生 所以呢 這個佛性就是救度眾生 這樣子 所以呢 它是有價值的觀念 價值這個東西 我們就叫做 等體論 時間 空間 存有者結構 存有者等級 這個我們就叫做 比重論 關於這個東西的這個說明 我有其他的這個 課程的這個 演講 再大家去參考其他的東西就好 那我在這裡就先不再 往下說 所以就是用東方哲學的特質 來研究老子哲學 這是一個實踐哲學的架構 但是西方哲學還是存在 在學院裡面 我們還是可以用西方哲學的 行少學知識論文理學的 問題意識 來談東方哲學 因為非常多的西方哲學 還是用這個方式 過去的東方學者 也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研究方法 並沒有不合法 它還是存在 但他問的問題呢 可能就從一個面切進去 我會認為用實踐哲學 我看到那個架構 會比較完整 用西方哲學 一個思辨哲學的進度 一個特定問題意識進度 把某個問題 談清楚 可是呢 整個東方哲學的體系 未必能夠建立得很好 但它依然是 可以研究東方哲學的工具 所以我們也可以有 思辨哲學的進度 再一個是管理哲學的進度 因為老子哲學整個就是管理哲學 如果從社會科學的角度 管理學也是社會科學的角度 社會科學有很多個領域 有政治學 經濟學 教育學 社會學 法律學等等 說他是管理哲學 就最準確 說他是政治哲學也可以 但政治哲學還有其他很多 政治體制 當然管理哲學也有很多 所以說他是管理哲學是非常準確 說他政治哲學也可以 另外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老子哲學謙虛的領導者的智慧管理之道 那麼他跟儒家關係 跟莊子怎麼比較 跟易經怎麼互動 跟人物志或蔡根譚 這些有良好的東方哲學的智慧 他們如何能夠有基底 這個串連在一起 道受運用之妙存乎與生 你什麼時候有什麼問題 需要什麼智慧 你就可以用那個經典來幫助 好 文綠實踐哲學的解釋架構 是一個最好的談東方哲學的架構 如果我們從這個宇宙論來講 老子確實有談道生一生二生二生三生二生 因為發揚充氣以為何 這是宇宙論 所以是個道生萬物的宇宙發生論 不過我要強調這個宇宙論 老子就那麼一句話 後來人做了更多的餘生 沒有關係 就當作道家哲學宇宙論發展的一個傳統 或道教哲學宇宙論發展的一個傳統 依據老子的這一段話來展開作為一個前提 但老子自己不是一個體系清楚完整龐大的宇宙論的系 但他有宇宙論的命理 沒錯 包括他這個念氣功的句子 算是宇宙論的進度來談這個氣功修養的東西 好 本體論的東西就是一個無為價值 以及有無相生和反可道之道的律則 他就看到了這個規律於是物得出價值 為人處事一座領導 最重要的就是堅少慾望 無私 然後去為社為無為的價值 就是老子最重要的本體論 當然老子也沒有否定人意 只不過我們剛剛讀到一段 人意不過是次得目 最高是無為 不過如果在儒家呢 人意是最高的 那無為是儒家操作了很好以後的一個境界 但在老子呢 無為就是最高的道 最高的得目 人意呢 也很好 但是次體的能力 不如無為那麼高 所以本體論上呢 用無為來做 老子哲學的最高價值 好 有點可惜我剛剛忘了這個 把這個結上 好 再來呢是講功夫論 功夫論呢 就是這個弱者道之用的這個功夫論 那麼 反者道之動 之後就叫弱者道之用 弱者道之用的意思就是 那我謙虛 那麼大家呢 願意跟我團結合作 然後我所有的這個理想 就能夠落實 所以要成為領導者 就是在為天下服務的 所有的過程當中的私利 你都要放棄掉 要損之又損 這是弱者道之用的修養論 境界論呢 太上不知有知 最高級的這個領導者呢 是不需要被人家感謝的 因為他一直在做 下一件的偉大事情的 重新的規劃跟準備 好 所以本體論有這三個 這個重要的命題 無為的價值 有無相爭跟反者道之動的律德 律者還有生而不有 我而不是長而不窄的玄德 跟錯級瑞解其分科技光同其成的 玄同的這個胸懷 天道對待萬物是這樣 所以聖人對待百姓 也是要這樣子 好 無為價值道長無為而無不為 所以就用無為定位老子的這個本體論 那這個有無相生呢 就是天下皆之美之為美 皆之善之為善 故有無相生 這我剛剛已經解釋過 這樣畫的這個意思 凡者道之動的律者就是 你過度地突出你的優點 人家就討厭你 你有優點人家就肯定你 這沒事 但你不理解 你過度地突出 人家就討厭你 對你來說就是 你因為你的優點而被人家討厭 對你來說就是 你因為你幫助別人而被這個被幫助的人害你 恩將仇報 所以對你來說 你感受到的人生的規律呢 就是這個凡者道之動 事物朝向對立面發展 但是我要再強調這樣的一個規律呢 是弱智者的規律 是沒有智慧的人所固定犯的錯誤 有智慧的人導過來 叫做弱者道之用 所以弱者道之用 成為有智慧的人自我修養的方式 自我修養的功夫 因為凡者道之動的律者 所以在功夫論上就是弱者道之用的功夫 這樣理論就扣合在一起了 好 玄統與玄德 我剛剛也做過解釋 是而不有為而不是長而不宅 領導者對於你被你領導的單位 就是不斷的供應 什麼叫做這個 是 什麼叫做宅呢 被我領導的單位 裡面所有的人都得對我恭敬 對我客氣 所有的資源我隨時愛用就拿出來這樣 不管這個資源對這個團體的事業 是多麼的關鍵 多麼的必要 為了我的私人的目的使用 我就把它抽出來了 我在主宰它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有智慧的領導者 主持而不主宰 給予而不拿取 很多時候領導者反而是在 這個 破壞這個團體的 那這樣就錯誤了 玄德呢 就是領導者永遠只是給這樣子 好 宇宙論 道神一生二生三生萬物 萬物福音而抱揚 充氣以為何 但是我剛剛強調過 就是說老子在這個地方呢 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 後來的人做了很多的發揮 你可以說那都是老子哲學 說那是後來的哲學家的發揮 是更好的 一個哲學家不需要把所有的問題談完 有一些哲學理論體系呢 就是所有的問題都談得很完整 裝子哲學就是宇宙論談得比老子更多的 但老子在宇宙論就很簡單的談 我認為他的本體論在談得就非常的清楚 然後本體論引發的本體功夫呢 就是弱者道之用的功夫呢 就是非常完整 而且是老子最重要的一塊 當然老子還有其他的東西 我們待會從思辨哲學的進入 會看到老子哲學的其他的面向 好 功夫論就是弱者道之用 既然綠則是凡者道之動 因此有智慧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弱者道之用 弱者道之用 弱者道之用 復為不爭故無由 決勝氣智 決仁氣力 決巧氣力 我不要追求那個虛榮的東西 結果呢百姓就跟我相處的非常好 少思寡欲等等 復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這些都是弱者道之用的功夫休養論的這個落實 最重要就是48章的這段話 損之又損以智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好 這些句子呢 都是這個弱者道之用的這個落實 因為我剛剛已經做過文本解讀了 所以我們就不在這裡多花時間 那麼境界論呢 就是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出狗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出狗 意思是什麼呢 我不是為了我的家人的利益 我是為了全天下的利益 我不是為了我的宗族的利益 我是為了全天下的利益 我不是為了我的鄉民同鄉的利益 我是為了天下人的利益 所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出狗 在那周圍人覺得你沒有特別對我好 其實他所做的事情是為天下人好 天道對任何人也是這樣 天道不會施厚你一個人 施附你一個人 而讓天下人這個共同享有 天所給予的財富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富貴者的話 你的財富呢 也要讓別人因此能夠過好的生活 而不是都把它搶取豪奪在你的身上 這樣的結果會被人民推翻 會被人家唾棄 上天會製造機會讓你喪失那些財富 太上不知有知其次輕而欲知其次未知其次無知 最高境界的聖人 別人根本就可以不必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是沒有一個有得者的形象 有權有勢的形象 他都把那個形象給劃除掉了 上釋聞道 這是最有智慧的 就立刻做情形之 古之善為道者為妙冤生生不可逝 善善若水 善利萬物而不爭 這都是描寫最高境界的聖人的這個作為的一個方式 不欲獻賢 他不會顯現出自己比別人優秀的姿態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善於領導別人的人不會擺一個姿態說我是你的老師 這樣子 而是我陪著你成長 而我幫助你給你機會 然後推薦你去當領導者 但我不是你的老師 在真正老子講的最高境界的聖人的典範 好我們剛才就從思辨哲學的進入 做了這個老子哲學系統的一個介紹 因為我前面講的那個老子的文本 所以我前面講的這個系統 其實我想就非常清楚地結構起來 但是我們研究老子哲學在過去很長的時間 我們還是會用這個西方哲學的這個問題意識的進入的方式 來做老子哲學的研究 那麼第一個就是形上學的方式 再來有知識論的方式 再來有倫理學的方式 我們現在有很多倫理學的新的這個研究方法 那麼對於儒家的文本做了很多的研究 所以道教跟佛教哲學的文本 一樣可以做非常多的這個倫理學的研究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東方哲學、如是道哲學 都是人生哲學、都是實踐哲學 也就都是其實都是倫理學 所以倫理學到底要研究什麼 用什麼方式來研究什麼架構來研究呢 我會認為東方哲學其實做了更多更豐富 因此我們用實踐哲學的架構 其實就在研究東方人生哲學、東方倫理學 那麼有這麼多的問題 當然我們現在西方有一種思辨的哲學的進度 跟方式來做倫理學的研究 那樣一個方法也可以以老子文本為對象 不過這樣一個工作並不是我在進行的工作 所以待會對於老子的倫理學呢 我就進行開放的定義 我就不再做裡面的介紹 否則這個系統就重複了 我要講老子的倫理學就是實踐哲學的 宇宙論、本體論、功夫論、經濟論的架構 來做老子的這個倫理學的研究的整個的體系 好 形上學跟知識論是可以談的 好 就形上學來講呢 首先呢 老子對於這個道體做過非常多的描寫 有以下幾個重點 那我針對就以它的文本來說 那麼所謂道體的抽象性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於最高概念範疇的道這個東西 它本身有什麼特徵 道是什麼 它有什麼特徵 老子做了很多的討論 這樣一個討論呢 都是用一種思辨的一種方式進行的討論 所以是一種抽象的討論 可是我們前面講的道是無為對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那個就是具體的討論 因為那是價值意識 可以應用在我們的人生實踐的場合上 所以實踐哲學的道體就是無為 它可以具體在人生哲學上應用 至於思辨哲學抽象的對道體的討論呢 那其實是非常抽象 非常哲學的討論 叫做形上學的東西 那這種東西呢 在當代冯友蘭先生 對老子哲學的這個 對中國哲學的繼承 就是走這樣的一條路 那麼我們常常拿 把老子的這個對道的討論 拿來跟這個西方哲學的這個Logos做比較 拿來跟西方哲學的這個史賓諾莎的哲學做比較 就他們談的很類似 沒有錯 那就是因為 它是抽象思辨底 暫時脫離價值觀跟人生智慧的 而針對道之所以為道的一種對象 做一種超越的抽象的討論 所以我們可以用思辨哲學的進入來研究道 好 那麼有 冤析是萬物之中 道作為最高的這個範疇最高的原理 它是萬物的宗主 冤析是萬物之中 說是是其實就是是 是萬物的宗主 道就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等等 然後呢 暫時是或存 就是道是真實的存在的 我不知誰之子 像帝之先 道是誰把它生出來的 你說出來 那把道生出來的東西就是比道更高的 但是很抱歉 道是最高的 他不是被誰生出來的 他是能產的自然 不是所產的自然 所以無不知誰之子 他不是誰的子 他本身就是母 而且呢 最高的母就是帝 他好像還在帝之先 所以他絕對是最高的 就是這個意思 道就是最高最先 最早的存有 如果有帝的話 比帝還早 否則呢 他就是帝的本身 因為他就是萬物之宗 這樣一個思考 就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思考 在定位 道概念的 這個形上學的地位 或者存有論的地位 但這種東西呢 歸根結底呢 在老子的使用呢 是把它當作 這個抽象的 運作的原理 最高的運作的原理 但另外一個 如果我們從宇宙論的脈絡來講 道成一生化 二生三生萬物 萬物復因而抱揚 衝擊以為何 的時候呢 這個道被老子使用在 一個存在始源 宇宙始源上 所以我們可以說 道這個字 不管在老子的使用 或在後來的 這個呂世春 或淮南子的等等 的哲學作品的使用上 其實同時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作為 宇宙論的存在的始源 就是有物質意義的 另外一個呢 是作為運作變化的 規律原理 或者是價值原理 那這個東西就是抽象的 它不是一個這個 有存在的意義的 那這樣一種抽象的原理呢 簡單來講就是 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 因之不見其手 隨之不見其後 各位同學 道這個存有 它真實存在 但它在什麼地方呢 在你的頭髮上嗎 還是在天上的太陽 都不是 天上的太陽 地上的河流 天上的月亮 這個地上的小樹 小草 包括我們的身體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依據道的原理在運作 所以道沒有物質意義的存有 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 團之不得 如果它是任何一個物質意義的存有的話 哪怕是太陽 你戴上了這個墨鏡 你還是可以看太陽的 哪怕是你摘不到的天上的星星跟月亮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到星星跟月亮 雖然你聽不到也摸不著 所以它作為一個物質意義的存有 你就可以用感官的方式對它知覺到 但道不是物質意義的現象界的存有 因此 你用經驗感知的方式是完全感知不到的 是無狀之狀 無物之相 所以呢 你要找它 迎之不見其手 你要跟隨著它 隨之不見其後 無所跟隨 因為它不可作為一個物質意義的 具體的存在物的對象來認識 不是從這樣的方式來認識的 它的角色就是可以為天下母 有物魂成仙 天地生 獨立而不改 為什麼要獨立呢 因為無不知誰之子 如果他不獨立的話呢 他就依靠別人 那麼被他依靠的呢 就是他的母 但道是一切天地萬物的被依靠者 而不是依靠誰的 所以它是獨立的存在 我們就讀過西洋哲學 這些思考其實就很清楚 而不改 當然不會改變 會改變的就不是最高的原理 周行不斷地運行而不待 不會休息 那我們可以說太陽也是這樣 不過呢 這個從宇宙論的角度 那太陽也不是更古舊已經有的 但道這個東西是更古舊已經有 叫周行而不待 因此叫做可以為天下母 這樣子 好 那麼這個東西是一種原理意義的存在 所以呢 它沒有味道 看呢 它沒有形象 看不到 它沒有聲音 所以聽不到 這都是對於道作為最高概念範疇的 存有論的特徵的定位 這個定位 這個定位就是抽象的定位 所以我們說是思辨哲學的進入的這個 最高概念範疇的這個特徵的定位 這個定位呢 是一個抽象性徵的定位 至於那個無為的價值意義的原理的道呢 是一個實存律則的定位 就是實際在我們人生的經驗活動當中 可以體會到並且可以應用 可以發揮落實的 但這邊講抽象的道呢 就沒什麼好應用的 它就純粹抽象的一個討論 給它一個最高的這個定位 好 知識論的進入 其實我只是刻意寫的這個標題 我認為整個中國哲學的這個知識論的研究 如果是指的笛卡爾以後的這個認識的可能性的研究的話 這種意義的知識論研究 整個中國哲學都沒有過去 傳統中國哲學都沒有問過這樣的問題 好 我們最多問 你講的人性是善的 那你怎麼證明 好 竟然將入於井 如此將入井 你必須有觸替側隱之心 我這樣這個例子來說明 那個東西 然後呢 只要你能夠格制成正 就能夠修其制品 也就是說 中國哲學的價值觀的普遍原理 藉由功夫論以及功夫的實踐 做到了而證實 但不是像西方哲學的抽象的 這個普遍原理的命題 藉由認識能力的反思 而證明了這樣的一個命題的可能性 於是乎不斷的努力去討論認識的活動 是怎麼樣的一個歷程 最後透過認識的活動 發現我們只能夠認識什麼 或我們不能夠認識什麼 或我們所能夠認識的東西 只能叫做什麼 或不能叫做什麼 於是乎進入了知識論的時代 像這樣的一種 知識論的時代 對於認識能力進行反思的 知識論的思考方式 在傳統中國哲學裡面 可以說都沒有 如果有的話 你就說功夫論是中國哲學的知識論 透過實踐證實了普遍命題 但功夫論當然不是知識論 我只是說就證實而言 所以就知識論這種方式的一個思考 其實整個傳統中國哲學呢 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如果我們要來看老子哲學裡頭 告訴我們如何認識到 這樣普遍的抽象的偉大的哲學原理呢 老子這段話是這樣講 自虛即守禁讀萬物並作無以官復 你就非常安靜坐下來 看著外在事物的紛紜變化 各父歸其根 最後都會落到一個共同的結論 旋童 旋德 凡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這些共同的結論 所以我要歸根復命 然後呢 就能夠找到長道 找到長道就是你有智慧 沒有找到長道呢 忘作 你就會帶來生命的災難 所以知道這個長道呢 就能容公全天 道酒陌生不淡 你一輩子都不會失敗 好 其實這也是一句 就是我們只要認識到了長道 就會成功一輩子 這樣的一句話 所以我們可以說老子只是提供 他是這樣認識 然後更細節的東西呢 這個還沒有展開下去 所以我認為中國哲學的知識論 還是一片處理地 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家們 所談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或方法論 或解釋架構呢 就是為中國哲學的知識論 打開了新的一頁 如果我們要談笛卡爾以後的 意義的西方的知識論 在中國哲學的發展的話 我認為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 才開始的有了中國哲學 命題的合理性的知識論的探究 不要去老子的句子裡面 莊子的句子 這個朱系王陽明的句子裡面 去找知識論的命題 沒有的 他們沒在想那個東西 他們能夠把功夫論想好 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而他們的了不起的地方 也就在於 功夫論的命題 所以知識論就這樣說完就好 剛剛我已經說過了 倫理學整個都是倫理學 所以我不要再另外例架構 這樣疊床架屋 所以老子哲學的哲學體系 一個實踐哲學的進入 一個思辨哲學的進入 其實我已經簡單說了 接下來說了 其實是比較跟老子哲學的應用哲學 人生管理是比較有關係的幾個重點 再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所以我們可以從管理哲學的進度 來看老子哲學 作為國家社會公司機構 領導的領導者哲學 那給他分成三類的機構 第一類的機構是國家機構 國家機構呢 領導者要一心為民服務 說都是這麼說 理想也應該是這樣 那實際上呢 也常常背道而馳 但是理想永遠必須是這一個 而不會是別的理想 為民服務照顧百姓 減除領導者自己的私慾 私慾成為天下人民 真正的天下人的君王 那君王是一回事 領導者是一回事 官場上還有很多的官員 那官場上在官位上的服務的目的 還是要在位置上做對百姓有利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在尋找自己更高的位置 我剛剛說我們到了40歲以後 就要想一想地球上的人口 比我們年輕的人的總數 是比我們年長的總數要大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已經是年長了 就應該要給 應該要照顧 而不是還是一直在關心著自己的位置 往上爬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 這個要實際上 對於這個民眾 這個有照顧 我們坐在一個位置上 才是有價值 有意義的 如果官為了討位置 而這個依附權勢 得了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不能夠依照你的理想 來實施的話 得了這樣一個位置 反而是生命的一種痛苦 丈夫的氣概都沒有了 然後呢 如果在位置的階層裡面 你是一個比較再高位者的話呢 那麼一定要給優秀的幹部 積極表現的機會 而不是壓住他 不讓他成長 我們在講人物制的時候呢 人物制就是說 人才被拔著 人才被認識已經很困難了 人才就算被認識到 他也不容易被拔著 有種種的困難 其中一種重要的困難就是 知道他是人才的長官 怕他將來成長以後 比你更厲害 因此把他擋掉了 因此就算是人才也被人家認識 卻未必有機會 坐上高位 為民眾服務 所以如果我們在階層管理裡面呢 對於是優秀的人才的話 那我們要打開我們的胸襟 要給他這樣一個服務的機會 讓幹部獲得榮譽感 那麼天下人都得到好處 那如果我們前面講的是公家的機關 政府的機關裡面的這個指示者 那如果是私人企業呢 首先私人企業也是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做這個企業呢 固然是為了我的溫飽 但是呢也是為了我的財富 但是更重要的也要有理想 所以企業經營要對整個社會好 以我們自己的才幹 而不是違法的方式來成就我們的事業 讓社會變得更進步更好 那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這個競爭呢 不要用傷害別人的方式 消價競爭 不要製造死敵 追求穩定成長之道 那你總是要把別人殲滅 別人要想要把你殲滅 就算哪一天你贏了 把別人殲滅掉 你用殲滅別人的那一種心思跟做法呢 造成你的幹部也是蠻心寒的 造成你的企業形象 也是受到很大的這個損傷的 那也不是一個長久之道為人之道 生產物品不要違法不要黑心 點滴累積 追求永續的經營 而且呢要讓利給幹部 跟我們一起幹事的這個部署呢 我們要照顧他們的生活 要給他們利益 那麼他們在我們這裡面 可以把自己生活照顧好 才會永遠好好待在我們的這個企業裡面 同時呢我們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要追求天下的大力 因為我們企業呢 賺錢越賺越多 越賺越快 越賺越好的樂 以後呢 可能會有更大的貪念 或是違法傷害人民福祉的方式 我們台灣社會最近這種例子 不斷的出現 這樣是不好的 我們要讓社會 企業成為社會穩定的力量 既自我營生 又福國利民 所以我既是一個商人 我又是一個儒商 我又是一個有理想的這個君子 這樣才是最美好的形象 好 如果是宗教團體 宗教團體也是團體 最後一個團體 就有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管理的這個問題 那麼人與人之間的管理 宗教裡面的執事之間呢 互相相處 也是要學習老子的謙虛的智慧 才能夠形成團隊 所以宗教的幹部跟幹部之間呢 才能夠好好的這個互助合作 才能夠互相這個謙虛相處 所以宗教團體內的這個執事之間呢 不能有 不要有階級的觀念 而覺得我的階級地位比較高 我的修養比你高 所以你得聽我的 其實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你的境界非常低下 你非常自私 而且你非常好勝 因為我們參加一個宗教呢 要學習的就是謙虛 慚愧 自我要求 因為我們有人性的弱點 或者是缺點 所以我們才藉由宗教團體 協助我們成長 因此宗教團體參加的目的在於 追求我們自己 價值觀的提升 以及生命境界的成熟 在追求這些東西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自我要求的 而不是去要求別人 你不是去管別人的 你是去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的時候 把缺點改進 就是慚愧 那麼看到自己的欲望 看到自己的缺點 然後改進 然後呢 對別人相處 謙虛待人 這才是在宗教團體裡面 參與宗教 學習宗教 智慧的本質 參與了宗教 結果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後非常的驕傲 盛氣凌人 那就要參加黑社會幫派 有了神明的護身 那不叫參加宗教 所以有慾望的人 走到哪兒都是追求慾望 參加了宗教呢 也還是擴充自己的慾望 那這個不是一個參加 宗教的一個態度 宗教師跟信徒之間的關係呢 更要注意謙虛下人 很多宗教師 以自己是宗教師的這個身份 如果他沒有做好足夠的修持 足夠的信仰 的這個修養的話 他把他的宗教的團體的結構 當做一種階級的結構 視威權而臨下 所以台灣社會有出現一些 這個宗教 那麼內部管理 出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這個小的宗教的宗教師 把自己當做黑社會幫派的老大了 無所不用其極地 馳騰自己的威權意識 就是那一種幫派江湖老大的欲望 跑出來了 這是我所說的各位朋友 欲望跟理想是不一樣的 欲望呢就是只想到自己的好處 犧牲別人的利益 理想呢 想到的是天下人的福祉 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用我的能力照顧別人 所以宗教師跟信徒之間呢 這個也是要善待信徒 因為信徒已經信你了 很可能就是說 他的這個智慧不如你能力不如你 他什麼都會聽你的 你不能因此這樣把它當做工具 蹂躏他 利用他 欺壓他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你只是魔性狂妄之舉 不是慈悲愛人的 宗教師的行徑 宗教師就是要慈悲 要愛人 好 老子哲學在中國管理哲學中的定位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願意再跟大家做一個細節的闡述 儒家就是服務的人神觀 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 所以是積極正面的價值 老子呢比較成熟 比較老成 看得清楚人性的慾望 幹部的慾望 以及領導者自己的慾望 所以他提醒我們要謙虛 要讓利 要防範人性的這個負面的因素 所以老子就是因為看到人性的負面的因素 知道人們都會落入反者道之動的命運的格局 所以提醒我們在任何時間做事情 都要弱者道之勇 要謙虛 那麼要為追求百姓的福利為真正的價值 所以老子哲學跟孔子哲學完全可以互補 以為老子哲學是陰柔的 是全謀的 是不做事的 完全理解錯誤 而且哲學史上有非常多的儒家 更沒有認真的讀 輕易的就批判老子哲學 完全理解錯誤 但是也必須謙虛 而後面這一點就是老子哲學已經發揮得非常清楚的一個重要的人的品德跟價值 所以按照儒學體系來看 從儒學角度 仁義是儒學最高的本體 無為是他的修養的境界 所以仁義跟無為也是結合在一起 如果從老子的體系來看的話 無為是最高的價值 最高的本體 仁義是次德母 仁義也是重要的 只是沒有那麼好 無為更好 就是這樣 所以儒道是可以互補的 不過這個儒道互補的道指的是老子哲學 理論體系可以直接互補 如果這個儒道之間的道指的是莊子的話 那我們得重新調理一下 因為莊子的文本文句直接是批判儒家的 好那是我們下星期要講的主題 因為老子是入世 莊子是出世 入世跟出世的差別關鍵就在 是指的是社會體制 老子希望社會體制健全 透過社會體制照顧百姓 莊子否定社會體制會照顧百姓的功能 因為現實上每一個國軍都是混蛋 每個老闆都是自私的 所以他根本就直接在價值觀上 否定社會體制 追求個人自己的 逍遇自私的成長 所以說莊子哲學是一個出世的形態 中國哲學就是莊子哲學出世 出世的意思就是 不藉由社會體制來安頓人心生命 佛教也是出世 但佛教講人間淨土的時候 願意藉由人間社會的良好的運作 來追求有情眾生的生命意境的成長 所以也不能夠說它是完全的出世 但莊子哲學就是不要透過社會體制之路 莊子哲學反而是出世的哲學 老子以天下國家為理想 莊子以天地自然 而且是民間的 老子是整個國家社會體制的 莊子是民間的 是自然界的 為理想智慧的舞台 孔老是可以互補 莊孔文字的表面上是互斥的 雖然是互斥的 莊子跟老子以及莊子跟孔子 還是要追求一個匯通 這個匯通 我主要下星期才要說 我現在簡單的說一下 就是說 反正上班的時候 孔子跟老子的哲學要拿出來用 下班休閒生活 以及我們退休了以後 莊子哲學拿來用 那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當然上班的時候 有時候要有下班的心態 但是不是不認真工作 那個心態是莊子的智慧 那怎麼運用呢 那就下星期再說了 好 佛老之別 佛教是宗教 老子是一個哲學 當然後來的道教 把老子哲學發展成為中 然後就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在老子哲學的文本裡面 宗教的色彩是比較淡的 哲學的色彩是最濃厚的 佛教有他在的世界觀 這個三界內三界外等等 老子所講的那些 無為謙虛的命題 完全是在社會體制 經驗現實世界來運用的 所以是經驗現實世界的哲學 成佛便在宇宙照顧眾生 老子的聖人呢 是釋理天下 常善求在人間世界的 佛教的哲學的最高本體 是空性還有佛性 佛性就是救度眾生 這兩個都是佛教哲學的最高本體 不過我們今天不談佛教 就這樣 老子的最高本體 是無為 也就是無為的意思 無為就是不自私 佛教講無職 老子講無私 無職是針對一切的念頭無職 無私呢 是針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的關係 的互動的時候呢 是要無私的 但是佛教還處理 人自我意識的很多更細微的這個層面 好 那佛教本我們就跳過 好 這個 益經跟老子是通用的 一個益經哲學發展出儒家哲學跟這個道家老子哲學 好 那在此而言呢 這個益老師絕對有通用的 總而言之呢 益經哲學告訴我們 在官場上生存之道 首先你做官就是要服務天下 其次 因為官與官之間有特殊的關係 因此呢 有生存之道的智慧 這個智慧呢 一個原則 就是謙虛的智慧 所以整個益經就兩個原則 第一個 服務天下的理想 有德 有德呢 就會讓你呢 不會碰到危險 第二個呢 碰到危險 第二個呢 就是謙虛 有德又謙虛 那就化凶為吉 這個屈吉避凶 就這樣一個結構 那基本上就易經哲學而言呢 它有64個卦 每個卦呢 有6個搖 每一個 每一個卦呢 其實就分成上三搖跟下三搖 分別代表 這個中央的這個位階 跟這個地方的這個位階 上階層的位階跟下階層的位階 上階層的領導者呢 就是上三搖的中間 就是第五搖 所以第五搖是君王 下階層的領導者呢 就是下三搖的中間 也就是第二搖 所以第二搖是基層的領導者 第五搖呢 是高層的領導者 而第一搖呢 是剛剛進入這個環境 就像大一的小朋友 大一上學期一樣 那麼第二搖呢 就是大學部的同學 到了二年級的時候 擔任系學會的幹部 這樣子 第三搖 第四搖呢 就是那些大三大四 以及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的學生 這樣子 或者呢 這個第四搖呢 是剛剛進入哲學系 教書的這個助理教授 年輕的教授 那第五搖呢 就是那些擔任系主任的這個人 那第六搖就是 擔任過系主任的人 或已經退休了的教授 我們用這樣一個架構 就可以來做一個易經 六搖的人際關係的 命運吉凶 禍福原理的一個比喻 在政府的階層的官位的系統 也是這樣子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來看 就是說 因此固定的一搖 有一搖的吉凶禍福 二三四五六 都會有固定的吉凶禍福 所以為什麼第六搖 都不要幹政 因為他已經快退休了 為什麼第一搖 都不要亂講話 因為你根本還沒學會 為什麼第三搖 常常都是危險的呢 因為你已經幹過基層的領導者 你又還沒有上去 你上不上下不下 你憤世忌俗 你想要的得不到 你會的又沒有機會表現 你這個時候如果不懂得 守住自己的本分的話 你就是亂放炮的人 你就是闖禍的人 所以第三搖常常是最兇險的 所以大三大四的大學部的學生 要把他們顧好這樣子 他們最容易亂搞這樣子 大一日同學很乖很聽話 常常就是這樣一個結構 在看這個人際關係的變化的原理 好第一搖就是你進入一個結構 你的任務就是學習 而不是表現 你一表現呢 其實你還不太會 就是意見就非常的淺薄 所以就不必急著表現 就是學習就好 聽話就好 這樣就找到了這個處事的 最好的這個立場 角色原則 到了第二搖就表示 經過了第一階段的學習跟訓練之後 人家看到你可以 並且呢 把你納入我們的這個管理者系統 給你職務 給你權利 給你資源 讓你來為我們這個組織服務 但是是基層的組織 基層的這種第二搖的位置 有很多很多人 所以這個時候 你已經被委以重任了 那你的任務就是 好好做事 好好表現 好好服務 你不用想太多 反正呢權力已經給你 位置也給你了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你不要不表現 你不要偷懶 你不要逃避責任 如果是那樣的話 你就沒有機會 在這個系統裡面成長 所以到了第二搖 你實際負責 到了你們大二負責系學會 就好好把系物學會的事情做好 你應該要好好做 你如果不好做 你就浪費了第二搖的角色 扮演的原則 而這個時段呢 是你成長最快速的時段 所以你的成長 別人都看得見 因為你做的事情 就是為大家做的 到了第三搖跟第四搖 是另外一種形態的成長 這個形態的成長呢 要收斂的 第三搖是一個沒有角色扮演的角色 那麼這時候就要自己定位自己的角色 要有機會繼續成長 但這時候因為上不上下不下的關係 容易憤世技術容易闖獲 也會因為一時衝動覺得 我不適合這個地方 就離開了這個公司 離開了這個科系 結果你人生還是重來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這個最容易犯錯 寫論文寫到第三搖的階段 發現上不上下不下也搞不太清楚 就會換一個題目 這樣是不好的 要堅持到底走下去 因為你做的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第三搖是最危險的時候 最常犯錯誤的時候 但是呢 第三搖要切記一點 你不要去欺負下面一搖跟二搖 因為你確實比他們強 你經驗比較豐富 所以會去欺負一搖跟二搖 然後呢 會去排擠四搖 你上面的四搖 可是你卻錯了 二搖直接跟五搖打報告的 二搖跟五搖的關係是 在你不知道的時候 他們都在開會的 因為他們都是主管 所以你欺負二搖 就等於欺負到你自己 至於四搖呢 四搖根本就是整天 跟在第五搖身邊的 所以你不要欺負二搖 也不要覺得這個四搖呢 沒有做什麼事情 得到很多的功勞 還有那麼多的資訊 那麼多的權利 所以第三搖 就是最容易犯錯的時候 人生一定要經過第三搖 才真正懂得內斂 懂得堅持 懂得堅忍 懂得真正服務的精髓 所以這個意經就說明了 人生成長的階段 一定會給你一個時期 什麼時期呢 犯錯的時期 第三要準備好讓你犯錯了 你已經經歷過第二搖 你對這個環境 你覺得你已經非常地了解了 但你還沒有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成就感 這時候就是你這個驕傲 犯錯的最佳階段 好 第四搖 第四搖已經被領導者拉到了 高層的領導者拉到了身邊 已經脫離了基層的環境 高層的領導者身邊的秘書長 的這樣的人物 或者行政院長旁邊的這些部長 這樣的人物 或總統府的秘書長這樣的人物 所以他掌握所有的資訊 掌握所有的資源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要立刻把它處理掉 有一些好 然後不要讓大家知道 團體發生了這件不好的事情 免得家醜外揚 那家醜外揚 就是你的領導者也沒有面子 如果有什麼好的事情 趕快把它處理掉 處理好了以後 大家很高興 功勞是你的長官的 不要處理好了以後 大家很高興 都感謝你整理到你家聚會 那皇帝看了 哇這麼多大神到你家聚會 你們幹嘛 謀反啊 第四腰最容易遭領導者的 這個祭 所以第四腰就會更危險 更謹慎 更小心 替領導者處理掉不好的事情 替領導者做所有好的事情 你在領導者身邊的這個位置 就是對於下面一二三 看到你的時候就等於看到領導者了 所以你會得到所有的人的尊敬 所有的人的崇拜 所有的人的資源會匯集到你的身上 其實領導者沒有時間做那麼多事情 就是你們這些第四腰在做事情 所以第四腰所做的事情 就是天下國家所有的事情 你有太大的權力 你已經在實習當領導者了 可是你也會犯錯誤 最大的錯誤呢就是 就是對於長官不尊敬 對於領導者盛氣凌人 恃寵而交 覺得領導者都是靠你的 那這樣就是你威脅 請注意 同樣在四腰的有好多的人 不是只有你一個 所以你可能有機會成為第五腰 但你也有機會 四腰終老一生 但四腰終老一生 不是壞事 我們已經為天下做了很好的服務了 這樣的角色其實是一個 非常能夠滿足成就感的角色 是一個修復積德的好位子 到了第五腰 就是最高的領導者的位子 最高的這個領導者 其實他就坐在那邊 大家做所有的事情 成功都是他的功勞 他幾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是的 他也不應該做任何事情 如果他要做事情 四腰就沒事幹了 二腰就沒事幹了 一腰跟三腰也沒事幹了 但是他還是很忙的 他忙在什麼地方呢 他忙碌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在於 忙碌的地方最重要最重要的就在於 兩個事情 第一個政策 第二個 人事 所以呢 這個第五腰一定要把政策搞清楚 把政策搞清楚 要花你非常多的力氣 然後把人事搞清楚呢 你要花很多力氣去跟人家相處 你自己要非常多的經驗 所以第五腰角色也不是容易扮演的 到了第六腰 第六腰就是已經第五腰結束了 下來了 退休了 不要再表示任何意見 否則第五腰沒有表現的機會 你做任何的事情 為主之所做的任何事情 你做了就表示下面一二三四五在擺爛 對主之不是好事情 所以你做多做多錯 也不需要做 兒孫之友兒孫福 你做了也沒有用 因為那你難道要帶進坟墓裡頭嗎 所以呢 這個組織要有新的人 新的血液來這個運作 因此就是要退 要退休 要過莊子的生活 要過莊子的退休的休閒的生活 絕位不宜太盛 人不應該在一個位置上 待了太久 待了太久之後 下面人都接不上 接不上 對這個團體是不好的 那麼 好 以上是易經跟老子的 所以有太多老子的智慧 用在這個易經哲學的 姚魏的吉兄霍福的邏輯裡面 另外有一部書叫人物誌 人物誌開頭用孔子的哲學說 我人生應該也服務為目的 但人才有不同的類型 人物誌最後一章 第十二章 是針 叫大家不要爭鬥 完全都是老子的哲學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一個 穩定的社會組織 好的體系裡面 有最高的領導者 在領導的時候 那麼這個領導者 會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們下面這些幹部 只要服務 付出就好 千萬不要爭鬥 爭鬥的結果 就是你會被人家拉下去 你不爭鬥而服務的話 大家都希望你 繼續在那個位置上 結果你一直升高一直升高 大家都不會討厭你 爭勝而爭不行 沒有跟人家爭鬥的這個 事蹟發生 人人樂推之 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蔡根坦 我覺得這個人物誌 如果是三四十歲的人 應該要有的哲學智慧的話 蔡根坦就一定是五六十歲的人 才能夠體會的這個人生的智慧 從更多的面向 把人生的種種的意境 做得淋漓盡致的發揮 裡面還是有很多老子的東西 但是已經比老子的東西 又更深刻了 又更多的細節 在人物誌裡頭做了很多的闡釋 那麼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這方面的東西 好 這個老子思想的人生智慧 其實我大概剛才都已經整個的說過了 重點就是這樣子 那以上就把老子的哲學體系 跟老子的人生智慧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很不好意思耽顧大家吃中飯的時間 那我趕快就此打住 然後請大家開始這個發便當 我們就開動進行今天的午餐 謝謝大家